胃肠动力不足是一类常见的消化疾病,多表现胃肖化不良、腹胀、矮气、恶心、呕吐、腹部胀痛、腹性、便利等症状,也可因为动力不足引起胃食管反流病。 我们药店工作中经常会遇到顾客因消化不良而前来购买多盘利铜片,但其实药店中常见的醋味动力药不仅仅只有多盘利铜。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药店常见的醋味动力药。 一、多盘利铜,作用机制,结抗外周多巴胺第二受体,适应症,勇于消化不良、腹胀、矮气、恶心、呕吐、腹部胀痛、用法用量、口服、成人一次一片,一日三次,半前15的30分钟服用。 作用特别,您不能透过血脑屏障,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较少。 作用较为局限,紧促近卫及时二指场,对胃反流性食管病无效。 使用注意,与益酸药及抗酸药,您间隔一定时间服用。 多盘利铜不宜长期服用,可能引起QT见期,延长极限率失常。 多盘利铜甚干药门抑制剂联合使用,如红霉素。 二、夹氧率普案,作用机制,结抗中枢和外周多巴胺第二受体,适应症,振兔药,主要用于各种病因所致恶心,呕吐,矮气,消化不良,胃部胀脉,胃酸果多等症状的对症。 半流性食管炎,胆致半流性胃炎,功能性胃滞留,胃下垂等,才胃排空炎持症,密走神经切除后胃排空炎缓。 四、糖尿病性胃心胎,尿毒症,硬疲病等胶原疾患所致胃排空障碍,用保用量,口服,成人,每次午,吃好渴,每日三次,用于糖尿病性胃排空功能障碍患者, 于症状出现前30分钟口服10毫克,或于餐前及睡前服务,吃毫克,每日四次。 作用特点,振兔作用较强且不影响微酸分泌,使用注意,夹养率普按不了反应较多,常见如试水,头热等,不作为常规的醋味动力要使用。 三、指缘酸墨沙臂力,作用机制,激动为肠道5HT4受体释放以天打减,促进为常运动。 适应症,主要用于功能性消化不良但优微灼热,矮气,恶心,呕吐,早饱,伤腹炸等消化到症状,也可用于维持管反流性疾病,糖尿病性胃情胎及部分为接触患者的微功能障碍。 用法用量,口服,一次一片,一日三次,半前服用,作用特别,口服吸收迅速,不良反应上,耐受性好,几乎无心脏毒性,选择性作用于上消化到,对小肠及结肠基本无作用。 使用注意,有胃肠道出血,胃窗口及肠梗阻人群禁用,服用默沙臂力一段时间,通常为两周,消化到症状没有改变时,应停止服用。 四,吸沙臂力,作用机制,同默沙臂力,适应症,主要用于功能性消化不良及轻度反流性是管炎的。 用法用量,成人,根据病情的程度,每日总量15-30毫克及3-6片,分2-3次集药,每次5毫克及一片剂量可以加倍。 作用特别,吸沙臂力可,促进出内肠道的运动,促进消化系统的排空,对反流性是管炎有效。 使用注意,今年来研究显示吸沙臂力的心脏毒性严重,可以引起严重的心律紊乱。 避免与肝要没抑制剂及稀有之同伏。 五,依托臂力,作用机制,通过阻断多巴胺第二受起活性和抑制,以鲜胆减止没活性,增加以鲜胆减释放而发挥粗微动力作用。 适应症,适用于因为肠动力减慢引起的消化不良症状,包括肤不保障感,上腹头,食欲不振,恶险和呕吐等症状。 熟功能性消化不良,慢性胃炎等。 作用特点,以托臂力不仅可以粗微动力,还可加速结肠运动。 以托臂力由肝脏的黄素单加氧为代谢,基本无药物间的相互作用。 口服吸收迅速,安全性高,不良反应上,使用注意,消化到出血,机械性肠梗塑或插孔,得患者不应使用本血,不可与肠胆见药合用。 除了上书的五种常见的醋味肠动力药物外,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,也有类似的醋筋味动力的作用。 如马来酸取美不清,皮维秀啊等,我们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,一定要注意它们的一些不良反应及禁忌症。 而且醋味动力药物等于促销化药物,合理的使用,才能起到最好的效果。 7. 中国药店长期公开征集稿件,如您日书发新生,记录生活,分享经验,可以文字或图片形式,将作品,发送到UO.2018 at 163,COM邮箱,稿费等于200元加阅读量0.01元。 文心提示,实情注明联系方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